这是一通北宋末年的石碑,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字,武松打虎,显然比施奈岸要早。 这里还留有北宋末年的山神庙,并且这里有一个告示,写的是此处有虎,那么武松打虎到底是真的吗? 我后面就是锦阳港,武松打虎的地方,真实存在的锦阳港,今天去看看什么样。 锦阳港武松打虎之处 锦阳港遗址,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这是2001年历史的。 咱们就现在踏上了寻找武松打虎遗址的一个路上,这里也许当年确实出现过猛兽, 因此呢,有了三碗不过港的说法,前面就是那个酒店啊。 三碗不过港,那边有个布条写着啊,这就是当年武松阔别宋江以后,来到了阳谷的地界, 女性呢,来这里看到一家酒驾,就决定来这里吃酒,吃肉,当时呢,是什么情况呢? 当时武松的酒是这么说的,喝了18碗酒,18碗酒相当于什么呢? 这边还有酒缸啊,锦阳缸酒,当时的18碗酒,据说呢,当时的酒呢,是用稻米蒸馏的。 呃,店家呢,依照现在的说法来推理呢,极有可能是喝了三斤四十度的白酒,两斤六十度的白酒,相当于啊。 但是当时武松说呢,这个酒非常烈,可以推荐呢,这个酒度数应该是不低。 就是说呢,喝完这个酒,过不了港,也是很正常的,很有道理的一种说法。 现在呢,这个应该是个店铺,看见有人在吃饭。 现在呢,这里是个卖酒的地方。 喝完酒呢,武松就开始上山了,趁着酒,尤其呢,上了港上呢,趁着风一吹呢,酒劲上来了。 其实呢,当时还是着实把武松吓了一跳,我们继续寻找遗迹吧。 这不知道该从哪条走,哪条路走。 啊,这边有个山手庙。 我们沿着这条林荫小路呢,继续去寻找三神庙。 这个三神庙呢,非常的有意思啊,可能会记录有关这里景阳港出现过老虎的事情。 三神庙可能找到了。 啊,可能就到这里。 果然是三神庙啊,真就写的三神庙三个字。 这里呢,还有很多碑啊,还有古树,这些被保护起来的肯定是古树。 三神庙的左边呢,有一块虎背,这个虎背咱们不看了。 1986年,背面是记录的武松除虎的一些事情。 这么写的啊,看这边,相传有恶虎商人,武松除之,民心大快。 这个庙,这个庙这里呢,还有个景阳港三个字,这是一块碑,然后那边呢,有一个碑,景阳港遗址,省重点保护单位,1977年这里就是保护单位了。 然后这庙庙呢,供的是护家神,进去看一下啊,始建于宋代,明代已经重修啊,距今有三百年的历史。 看一下护家神,旁边是水火二神,寓意着风调雨顺。 在这块呢,还贴着一折告示啊,就是阳谷县市,什么意思呢?这个是郑和三年九月,也就是宋惠宗的年号。 这应该是1113年,就说呢,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,单身最好不要过稿。 也许真的有老虎啊,这边。 我们接着往前走,前面有武松打死老虎的遗址啊,去看一下。 我一直都不相信这是真的,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。 当然了,也有人说啊,说武松这个人确实存在,就是河北人。 今天有好多碑,应该是历代名人过来留下的一些史课吧。 哇,好多呀,这个碑咱们就不看了,因为这个碑属于,应该是文化档次非常高的一些人才可以看。 猴山,这边还有个猎户屋啊,咱们其实猎户屋是咱们重点要看的。 这个应该就是当年猎户的房子。 这个猎户啊,当年也是极其的幸运啊。 来到了猎户屋的跟前啊。 这里人烟稀少呢,猎户屋居住于此呢,用来打猎。 但是,什么呢?武松打到了火呢,去县衙领赏。 领赏后来呢,这个赏金呢,全部给了猎户了。 很幸运啊。 很多叉的武器。 这个武器很像鲁之城用的啊。 这就是猎户的房间,很简单。 这还有这种锅灶,做做饭还不错。 猎户的房子啊。 真有衣服啊。 这应该好久没有人睡了。 猎户呢,来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什么呢? 就在这里比较高嘛,其实。 可以观察这个动物的行踪,老虎的行踪。 看看。 正好处于一个高台之处。 继续上台阶吧。 这个地方走指示标的时候啊,一定要按照它修的路走,否则的话很容易迷路。 找到了啊。 但是,是一个不太适合走的路。 武松打火处,这是1980年历的。 还是繁体字写的。 这谁能认出来? 哇,这边真有一只老虎。 哎,真吓人啊。 不过这条路是不适合走的,看到这些树叶没。 哇哇哇哇哇,老虎的尾巴还被缠着了。 这是腿被打断了吗?腿也没有了。 嗯。 我们继续走,据说这里面真的有老虎啊。 啊,前面应该还有个武松庙,不知道在哪里。 这个路线也是蛮长蛮复杂的。 这块又有一个武松打火处。 应该是,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吧。 看这个建筑也是新的。 年代不是太久远。 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,因为这块跟那块正好在老虎在那边握着。 虎啸亭,新建的亭子,这边还有一个老虎的矢像啊,感觉我一直在绕着圆圈转。 这个老虎是很厉害啊,尾巴断了又截起来。 一千,将近九百年吧,九百年后呢,看看景阳港的真正阳。 我们一路过来呢,都是景阳港的真实样子。 真实的景阳港。 武松庙,虎啸亭,景阳虎。 咱们重点,虎啸亭刚去过了,咱们重点去一下武松庙。 沿着这条小路走吧。 武松庙,现在一个高台之上。 哇,真的是好累。 武松庙。 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? 看这块古碑啊,这块古碑是宋代的碑。 是武松打虎的事发生在北宋末年。 这里有详细的介绍啊,看到没有? 距今已有八百余年。 武松打虎事情发生在北宋末年,相聚前有只是年的时间。 可见武松确有其人,打虎确有其事。 这是著名金石专家,这是朱富教授考证。 这个字我不认识啊,很不好意思。 这块碑确实存在啊,说明武松打虎这个事情极有可能存在。 这块碑上面写的武松打虎。 所以说呢,很多人都在推销啊,武松这个人存不存在? 不存在,宋代为什么要立这么个碑呢? 武松打虎。 所以说呢,这个说法还是有讲究的,毕竟流传了这么多年。 这块碑呢,可能拍得不太清楚,因为它拿玻璃罩照上。 武松的碑亭啊,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大钟啊。 瞧一下要花一块钱。 这是武松庙的大殿,里面供的是武松。 林林人节呼风唤雨,蒸蒸铁箍,顶天立地。 看看武二郎啊。 随后里排名第十四的人物。 马上临出马下武松。 说的就是武二郎啊。 武松是天上星啊,所以这里写着天上星行者武松。 之间呢,还有人来这里拜武松啊,看看。 看看这是武松的雕像啊,非常的威猛。 腰别,感觉像两把大刀啊,不像一把大刀。 草鞋,素带,哇,一串巨大的佛珠。 这个佛珠呢,是武松呢,后来秦方腊以后呢,断壁以后呢,在杭州六合寺出家,所带的形象。 当然了,这也只是个传说。 出了武松庙呢,前面有个岔路,据说那里有虎园啊,咱们去虎园看一下,这个虎有多大,武松到底能不能打死这个虎。 啊,专家说是,以武松的体力是打破虎的。 哇,真有老虎啊,看到没有,哇,虎斗鸡表演每只三百元。 哇,这老虎体型起码有四五百斤。 还在咆哮,看见以后呢,真让人有点瑟瑟发抖啊。 哇,它在不停地徘徊啊。 太恐怖了啊。 就这老虎,武松真能打得死吗? 这还有一条狼狗啊,为什么把狼狗给圈进来了? 这也不是狼。 咱们视频就拍到这里吧,感谢观看。